记者洪素京台北报道,痛促党发言人曲美凤经接受POP抢先报黄光琴的专访,说明他选择在高雄付出不排除参选高雄市长,也批评韩国瑜经营高雄的定位错误。 像在辽妹,更质疑他玩真的玩假的,曲美凤左批明镜党现在越来越像老国民党右批克文哲打着武党及旗帜到处拐骗,最后成了一个彩色球,什么颜色选民都辜负。 面对主持人黄光琴一开始提问选择入籍高雄市一职高雄市一议员或高雄市长职位,曲美凤不否认的说有相当的比例跟机会选市长, 但鱼哥哥韩国瑜也刚宣布投入市长选战,不过曲美凤认为韩国瑜心圆一马,前一个月至台北登记市长初选魏国,无疑又是打了高雄相亲的脸一巴掌。 如今现在韩国瑜又重回高雄,正式宣布投入选战,曲美凤要问他到底玩真的玩假的,除此之外,曲美凤也毫不客气的批评,韩国瑜不懂高雄经济问题, 定位错误,在地经营尽用一些感性的词汇,搞得像在辽美,对于高雄市长陈菊即将接任总统府秘书长一职,曲美凤也在节目中秀出局解脉走,出卖高雄的字条,抗议陈菊违背自己对近百万选民的承诺,为做满刃期还债留子孙,曲美凤批韩国瑜对高雄定位错误,地方经营犹如在辽美, POP Radio提供,曲美凤批韩国瑜对高雄定位错误,地方经营犹如在辽美, POP Radio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